多了一个声 你弹成了十声了 最后那个只有一个抹 没有挑了 因为你前面刹不住车了 前面都是一路一出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只有一个入 就只有一个抹 再来一遍 好的 回去反正慢慢练 那个地方是要去练一练的 就是这样的 把它弹清楚了 就是手不要动 弹快 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强调的那些 目的就是弹这种地方 为什么我一直说 这个手 你那个肢体 它的体量越大 它越不能动 越动的 越幅度越小 小 体量小的可以动得多 那手指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 手就一定不能动 手在那定住了以后 像一个毛一样 这样你的手指就只需要在那弯直 就一定会触碰到弦的 嗯 那就是为什么手不能动 大家平时弹那些慢的的时候 手也不能乱动 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手指在积旋 手臂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才会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 然后那就是动得最厉害 最灵活的是手指 其次是手掌 再次是手腕 再次是小臂 大臂就很少动 大臂就只有在那个托的时候 才会就是要遵循这个原则 所以这个地方你弹快的时候 就一定是手掌一定不能动 嗯 你看就是手指在这儿 你看手掌一点都不动